黑鱷聊世紀天行龍星 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來看 4B4黑森林團戰 這個是頂尖高手們 自己開的一場4BC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兩邊的一個選擇打法 現在看到 Y.O開局黑森林 拉兩隻村民去打戰 而且已經有點下支部了 加上這個刺活 現在是兩邊大打出手 那一家的Hera趕快拿自己的弱馬過來幫忙 Y.O助陣一下 這個前期就打得非常兇 那對手指示的就是Say My Nail Say My Nail的話是越南的第二位我認為的高手 那Say My Nail他的打法比較偏向 這個軍事型的打法 那他的隊友呢有這個ACCN 兩位越南第一跟第二的高手都在這 好 那這邊看到Y.O的村民 有一隻往左跑了 一隻往右跑 那Say My Nail這邊又拉了三隻村民出來 繼續想要反擊 但看起來是有點痛苦的 因為這個村民已經被擊殺掉了一些了 雖然是八村喔 只剩八村 Say My Nail的村民瞬間變最少 然後看一下右邊喔 右邊這裡是已經稍微圍起來了 左側的地方有一堆豬啊 哇把這個豬給圍在裡面的話 待會就可以吃豬肉吃到飽了 這個焼肉好大 就是這麼一回事了 OK那義大利人呢 Same Nail把左邊這裡也圍起來了 直接把Hera給關本獸啊 不是Hera是Y.O 哈哈 Y.O裡面走進去 可能也撈不出去了 因為這邊是沒有地方 但是裡面卻有福啊 哇 結果把這個魚池 這個 送給了Y.O啊 哇 這個尷尬了 本來這個魚池是Stand by內的 就是要把這個村民關進去 直接被躲 好那看一下 這場還有Viper Viper呢 是在內加裡面的 在內加裡面的話 他在支援外加 好 看他的打法喔 應該是打這個直層喔 好 然後打這個3TC 開農 畢竟是阿夫人喔 開農很強大喔 好 那看到這裡還有一位小石頭 這個是簡體字的玩家 好 內加的部分 那他內加的話 已經稍微再把這裡給圍起來了 那下面的部分 這個綠色的CC裡 現在是圍了一個洞 但其實左邊還有更大的洞 再等Hera去圍架 那頂尖高崇喔 他們去圍架的速度會比較慢一點喔 是因為他們會想要把這個經濟最大化 越早去圍架 經濟就越差 但是以黑色林外加來說 不管你是 怎樣打法 盡量還是去圍一下會比較好 並然 不然這個漏洞進來 自己爆炸之外 你的隊友會跟著爆炸 很容易變成戰犯的 OK 那左邊呢 這裡是看起來 沒有再繼續開打了 那右側這裡已經被Cmine給圍了起來 正面要圍一下 外遊這邊要圍嗎 好 這邊 Cmine 應該待會兒會看到 但這邊才會看到 OK 敲到這個 終於看到了 要先圍起來打嗎 好 直接往回拉 喔 YO居然沒有把他圍起來 還以為他會先把這裡圍起來 然後把他關在裡面打 但是其實也圍不起來 還可以第一牆走掉 OK OK 那看起來 YO是 有點優勢在了 而且還有左邊這個魚池 可以補了 喔 這個村民差點被人咬死啊 很極限啊 好 這裡可以補個碼頭 待會就可以來爽撈魚了 好 YO看到魚池 應該不會想要打快攻了 是先把外面圍石 然後開始補魚喔 畢竟是有這個魚池優勢喔 是經濟非常強大的 需要開農喔 才有可能去獲得更大的優勢出來 而且Cmine這邊前期喔 已經被拿下兩村喔 所以現在經濟喔 也絕對贏不贏 農不贏YO的喔 好 那目前看起來 Viker待會會比較難受一點 可能要一打二喔 那Hera這邊呢也是 喔Hera這邊是波蘭人喔 波蘭人 然後這邊有魚池 他選擇不開魚喔 那我們這邊影片之前有講到 頂尖的職業選什麼 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去 玩這個 浮魚流 好 這個Fishbone 那 有這個農田加成 像斯阿夫啊 波蘭 或是條盾之類的文明 通常會直接去撒農田 而不會去選擇 鮑魚吃喔 那魚池會留給隊友 會更有用一點 因為畢竟這些農田有加成的文明 經濟上來說是非常優秀的 不太需要再用去補這個魚喔 來增加經濟 反正留給隊友去補這個魚喔 這個經濟加成 會讓團隊更有優勢喔 好那波蘭人這邊是點下了 封建世代23加2的升級方法 那綠色呢 這邊也升到了封建世代 這邊是打一個24加2 然後這裡是有捕魚的 所以這個經濟喔 是稍微差了一點點的感覺 好 那有捕魚的情況下 這邊村民術應該要盡肯的延長 到25、26 避免會有這個斷村啊 或是斷魚船的一個問題 在 好 當然西西這邊是蠻早就上了24村 好 而且還有不明 當然是他這個魚尺喔 算是 沒什麼漁船喔 所以大附應該不會有卡字的問題 算是一般的直層上去方式 那直層上去之後 漁船如果按太多的話 也會有這個TC蓋不了的問題 所以到底要怎麼去按這個漁船 是個學問 好 庫曼這邊ACCM 越南第一高手 庫曼打一個塔工 然後應該是雙TC 封建開農 那這個也算是庫曼喔 團隊很常見打法 在 這個 競技場或是藏身之處 都可以看到這一招的身影喔 封建雙TC 然後見他塔工爭取實踐的一個做法 好 那這裡看到青色 這位 EMA003 他應該 沒意外的話 他應該是 中國的高手 中國高手 好 那這邊ACCM 是直接 插掉了一村 003這邊是 葡萄人 葡萄人的話 是所有的黃金兵 都是八折優惠啊 好 前期吃果子 還有木頭加成 好 但這裡 要把對手逼退回去嗎 但是 ACCM沒有打算 要退回去 退回去 我有劍塔 肉麻居然還打贏呢 好 003這邊是決定 可以拉更多村民過來 回頭一個反擊 直接把肉麻給扁掉 OK 003這邊 村民殘血了 要不要拉回去呢 好 拉了一堆村民過來 直接圍 好 但對手 ACCM 又繼續蓋這個劍塔 好 這裡要不要直接上大石槍 OK 上大石槍沒錯 這裡上大石槍的話 就沒有問題了 就可以輕鬆圍下來 對手進攻 也沒有辦法 如 趁心如意 好 YO這邊果然是轉個開農 當然 CM內是直接鬼轉快攻 三裝甲 然後小弓 YO直接補上了大石槍 畢竟我要爆魚屍啊 這個 我有魚屍 我才不跟你拼軍事呢 我開農就可以贏你了 何必要跟你大打出手呢 YO這邊的流程相當正確 這個判斷是OK的 好 那下方的部分是補下了這個大石槍 好 好 003這裡是繼續要去秀一下嗎 還是要補第二層呢 但這個村民會有點危險喔 血量有點殘了 好 鋪滿這裡 這根劍塔建起來之後 還是要用村民去補這個城牆 好 好 那HERA這邊是3TC開農 然後魚屍沒有放下的一個流程 好 3TC補下 那待會這邊出來的村民 都可以去補木頭 然後去蓋更多的大莊園喔 那大莊園現在每蓋一個也會增加五人口 增加五人口的這個效果 而且木頭只要100 變成100 所以這個大莊園喔 在黑森裡的加成呢 其實感覺還不錯喔 並不會因為這個大莊園 這個木頭量消耗太多問題喔 這個節奏變得很差喔 現在兩個大莊園只要200木耳 不像250喔 這個差距是很多的 4個 蓋4個就送一個大莊園喔 還算不錯喔 好那這邊紅色是YO 點下了一根劍塔 跟 Cマネ這邊對射 Cマネ裡面是放了四隻弓箭手 第五次也準備了 四隻弓箭手配一隻村民 還增加劍士傷害 那YO則是必須犧牲五隻村民 在這邊射箭還有修劍塔 才可以跟對方對射 塔光猛的優點呢 就是不需要把自己的村民放進去喔 也可以擁有這個劍塔 全滿的效果 這個傷害全滿效果 好這裡看到VIPER 已經轉出了投石車 那斯拉夫的投石車 價格是非常便宜的 左按個幾台都不是問題 這裡要轉衝車嗎 兩台投車 那第三個東西可能就是衝車了 好上方的部分 葡萄人捕利根城堡 庫曼應該暫時沒有辦法進攻 這裡開始用風情砲 去進攻敵人 後面衝車也轉出來了 3TC打風情砲 衝車一波流嗎 看起來是這樣子 好那一家的部分是小四通 波斯人也在繼續農 MIPER這邊是3TC 轉投石車 先砸一下城牆 看能不能砸掉 好那裡風情砲的數量慢慢變多了 衝車開始往前頂 MIPER這裡是看到城堡之後 開始往後撤 決定不要再繼續往前了 畢竟城堡的話暫時解不掉 一定要到帝王時代喔 才有辦法 出巨型頭司機給拆掉 好 YO左邊的房子 開始被拆除 還補了大石牆 這時候CM內好像意識到了什麼 這裡面或許有點東西 例如什麼魚池之類的 不然為什麼他這隻村民在裡面一直不出來呢 那肯定是有鬼的 那確實裡面是有鬼 這個漁船已經按了六艘 把裡面的魚都吃乾抹進了 好那HERA這邊是4TC 大莊園繼續補 越補越多了 好來到了五個大莊園 這裡城堡在的關係 暫時不會有事 而且還可以反推呢 好那困完這邊衣上城堡時代 趕快補一根城堡 然後正面的部分趕快圍死 好左側的村民 後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手 來出頭時側反擊一下 好正面的話 YO是轉出了駱駝公兵 那駱駝公兵打CM內的 意大利人 算是互相傷害的 那實質上來打的勒納奴手 打駱駝公兵還是比較有優勢 照價來說跟偶外增傷效果 打駱駝公兵是非常優秀的一個單位 好 好 那下防右邊的葡萄人也補下了3TC Y加3TC也在開農 好 看到裡面有一個城堡直接鬼轉開農部分 好不要再繼續做強軍事了 一時半會我也打不進去 即使我這邊升帝王時代 巨型頭司機的數量也不夠多 最方可能早就準備一堆大軍 等我反擊回去了 所以這邊直接鬼轉開農 確實是一個好方法 好還有家裡的部分 是補下一根城堡 準備要點帝王時代了嗎 OK 馬上補了帝王時代 那目前補下的人 帝王時代還有10秒 還有才剛研發10秒鐘而已 好 這邊最慢上城堡時代的是紫色 Say my name Say my name這邊是升最慢的 畢竟開局少兩村 還有打強軍事的關係 所以現在經濟非常的爆炸 好不容易升到城堡時代 這邊會鬼轉開農嗎 還是要繼續打一個 猛巴士進攻 還是要鬼轉帝王時代巨頭開拆呢 這邊都是say my name的一個選擇 但如果現在打這個帝王開拆的話 效果並不是這麼的明顯 好這邊投資車被砸掉 好歪歐還有一隻村民殘血 歐斯車再出來 好那個10強快被打破了 好右側兩邊城堡互相對峙 好黑羅這時候有動作了 補了一堆馬就 貴族特權經典下 品種跟蹤技術一級攻 波蘭貴族鐵騎 不是貴族鐵騎 這個騎士喔 待會找每隻30塊錢喔 非常便宜啊 而且還是重裝騎士喔 那波蘭那一家在黑勝利的話 一定要打一個城堡時代初期 或是打一個地初會比較好 應該是城中喔 城初的話應該是打不出來貴族特權 好 好 黑羅這邊很關鍵 重裝騎士趕快補 二防補下 攻擊力大會也要繼續補 好補第二個馬頭 繼續補魚 頭子車兩邊在互斬 好 黑羅跟白珀有可能危險 完蛋 兩邊互換 好 白珀這邊互換成功 又拉了一台頭子車到左側的部分 好 ACCN這邊是打庫曼的青茶 打青茶單位 進攻應該蠻快的 但是現在沒有辦法第一時間進去了 那以進攻方來說的話 青茶是一個不錯的單位 再配上那一家的薩瓦爾 這個搭配組的確實蠻強力的 好 黑羅這邊已經成功開入 右邊這裡要準備炸城門進去 OK 炸出城牆 有個漏洞 雖然 CM在第一時間看到 但是如果頭弓病已經來了 這裡勢必是圍不起來 黑羅要從右邊這裡直接入侵 分兩隊 一個往左一個往右 好 兩邊都是到了地獄時代 才開始大打出手 好 好 青茶上前 好 直接手撕巨頭 好 中裝騎士開始無情開砍 斯拉夫人是補下了疾病的升級 Rype這邊是先轉疾病 待會可能會轉貴族鐵騎喔 那貴族鐵騎打破蘭是非常好用的單位喔 近戰防禦非常高 打破蘭的重裝騎士算是很好的一個選項 好 巨型頭司機全部被拆光了 現在青茶這邊進攻 效果非常好 雖然夠多連風情砲都點掉 好 這邊的部分 中裝騎士越來越多 好 右邊的重裝騎士 有在繞嗎 欸 這個好像繞一繞 沒有再繼續往前 反而是繞到左邊 停了下來 好 但現在遇到波斯 這邊直接轉成重裝駱駝啊 好 喔 待會 黑蘭可能會有點難打喔 好 左側重裝騎士 加上巨型頭司機準備開拆 好 Viper這邊已經點下了中頭的升級 波斯則是轉出薩瓦爾 現在這個槍兵戳重裝騎士效果實在太好 好 黑蘭的波蘭重裝騎士有點做不太出效果來了 好 開始鬼轉一些貿易 四台貿易車隊 但重裝騎士還在努力出 現在這些槍兵只能靠YO的駱駝公兵坐以反擊喔 好 內閘的士西里轉出來的東西是槍兵 槍兵打駱駝清查單位都不錯 確定就是相對被動 好 這裡火炮轉出 開始反擊巨頭 好 那現在中頭 西西里大會也要升重頭上去了 還有啦 這邊是巨型托斯基往右走 常常往波斯加進攻 但是 Viper在頸椎在後 如果這裡沒守住的話 Viper可能會從這裡進攻進去喔 但這邊城堡數量其實蠻多的 好 Viper這邊點下了重頭的升級 斯拉夫重頭 而且還有折扣 好 這邊也是在那邊 好 這邊也是在那邊 這邊就位移居 什麼也沒有 中莊騎士跟這個薩瓦爾互打 看起來數量壓制的時候還是打得贏的 右側清茶 把這個面洞圍起來 在城後射擊 但是中頭跟弩炮傷害太高 清茶完全擋住 好 薩瓦爾數量開始慢慢壓回去 波蘭的中莊騎士數量有點少 這時候波蘭那家的影響力 就沒有這麼的有用了 反而會顯得有點無力的感覺 那這邊趕快盡快把貿易跑出來 外面看要不要轉戰槌配重莊騎士 好 現在是葡萄牙 加上西西里 兩人打一家 準備要來進攻清茶 波蘭現在也在應對著 Y.O.跟HERA這邊的組合 事實上左邊是三家打兩家 然後清茶是一個人在控一家的 好 這邊要開路進去囉 清茶這裡不知道有沒有偵查到 好 這邊東莊騎士數量慢慢又開始變多 來到36隻囉 現在火炮慢慢拆除外側的建築物 好 這邊有繼續轉重頭嗎 好 轉重頭的是清茶 這個庫曼 那清西里人重頭展露已經升級好了 好 中間居然波斯有機會進來 左邊這裡打了一個洞 哇 這邊 薩瓦爾配上清茶 抓到了幾隻村民 後面史上有點慘重 HERA家裡直接BBQ 一堆村民已經被追殺當中 好 當然HERA也沒有打出要放過這個機會 你逼滴我 那我也逼滴你家 好 這邊已經開始慢慢被挖穿了 好 現在庫曼一打二 完全擋不住 兩軍的火力實在太多 好 家裡已經死了一片 歪歪歪 這裡有點尷尬 該該繼續補呢 好 上方這裡波蘭的重裝騎士 跟槍兵 終於擋住VIPER的槍兵了 割頭光兵效果實在很好 好 這邊要看CM內可不可以趕快出關 KERA總統意識到不要趕快去理波斯 趕快把CM給擊破 就可以好暗示了 好 現在HERA家裡也要趕快回舊一波 在莊園裡面的農田 農田裡的村民都死光光了 好 現在HERA的村民只剩下48村 48村騎況下還是可以按到40幾隻的重裝騎士 好 鋪曼這裡由於一打二的關係 現在只能節節敗退 對 遇到這種攻城氣大隊要打起來不太容易 這裡只要轉大量遊俠才有可能把這一坨兵給解掉 對 這邊薩瓦爾很關鍵喔 但是現在橘色認為自己可以趕快瞬間把HERA給秒殺 待會戰局就會被平衡 但是庫曼這邊是完全毫無招架之力 一直想用投死車去跟對方覆解 但是解解最後還是有點打輸喔 畢竟對手的量實在是太多了 好 還有啦 這邊的火炮開始終於往前推 MHERA這邊可能要分生物了 好 YO的駱駝兵 已經算是成型了 53隻數量非常多 好 看到正面 正面HERA家裡 開始有出現攻防戰 後面的城堡已經被拆除 好 三個薩瓦爾趕快來拆巨頭 看到 庫曼右邊已經打不贏了 好 白魄這裡很關鍵 這裡要是守不住的話 待會冒險可能會被斷 好 正面的部分 薩瓦爾又再次進攻 HERA這邊展出一些重裝騎士 但沒有選擇正面浴缸 款式再等一下 好 現在HERA重裝騎士 努力反擊 庫曼最後的清查過來幫忙 落魄一直往這邊補 正在右側的位置 庫曼家裡已經被掃蕩完畢 沒有任何的TC 待會變成波斯要一打二 但是這邊 波斯打錯了GG 我們恭喜Ryper 是YO這邊 YO跟HERA拿下比賽的勝利 波斯這邊是打下了投降 有一點看錯看錯 OK 看起來這一把 Ryper是打得很極限 畢竟SAMINE一直起不來 正面被壓制 腹地能發展空間也很少 如果SAMINE這邊有機會起來的話 轉出勒納弩手 那就有機會打得贏了 波斯雖然用正面進攻方式 是想要換掉HERA 但會為了這邊重裝其次的回舊 加上勃勃的弱攻 然後劇情投司機 拆除這兩根城堡 波斯覺得也沒希望了 那庫曼這個關係 是因為一打二 本來就不太好扛這種隊形 這一定要靠隊友 跟或是火炮進行一起反擊 才有機會打得贏的東西 結果波斯是直接選擇去打HERA 讓輝瑞雖然有重創 臭明書也確實掉了剩50吋一下 但最後還是被翻盤成功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HERA 拿下資源上的勝利了 哇 剛剛尾盤的時候 資源只剩下50吋左右 居然資源量還可以拿到第一名 這就是波蘭的經濟實力嘛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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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